穷人跟富人多生一个孩子考虑是不一样的 富人则考虑多生一个孩子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而穷人考虑的是多生一个孩子 那么就多了一个劳动力 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全球60亿人口中国就有14亿 为什么还要放开三滩 14亿人口的大国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放开三滩谁会生谁再生 2021年两个大事件 一个是放开三滩 第二个是共同富裕 放开三滩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说生的第一个跟第二个的还可以生第三个 那什么是共同富裕呢 在网络上摘取了这一段话是这么样说的 共同富裕是指全民共富 全面富裕 是共建富裕 是逐步富裕 全面竞争小康社会 一个也不能少 共同富裕的路上 一个也不能掉队 我们要推动涉及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 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什么是幸福 那吃不上饭的人呢 觉得能吃上饭就是幸福 那没学上的人觉得能上学就是幸福 先说说为什么要放开三胎 那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说生活压力太大 人们不愿意生亡 所以人口老龄化 所以说所谓的人口红利在慢慢消失 2021年第七次人口补查显示 全国14亿人口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生育率却在一直下降 2016年出生人口是1786万 2019年是1465万 那到了2020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 三年的时间呢 就从1700万人下降到1200万人 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率呢 仅为千分之八点五二 首次跌破千分之十 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当年计划生育的年代呢 冷冷记忆犹新 记得我爸也是因为生了二胎 所以下岗了 村子里逃避计划生育的人呢 比比皆是 很多人为了多生个孩子 甚至不惜加倍会 也要再生一个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村很多人跑到山里去生完 躲避这个计划生育 然后计划生育组织里面呢 就有人把这些人的房子给推倒 在那个不浪生的年代 很多人想尽办法 多要再生一个 然而在这个国立生育的时代 却没有人再生了 有人说高房价是最好的计划生育 生那么多 孩子住哪里 买得起房吗 生那么多 谁来带 还交给爷爷奶奶 生那么多 高昂的医疗费 谁来付 生得起养不起 不管是二胎还是十胎 敢生敢养的 也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有钱人 一种是真正的穷人 在我身边有生一个的 那这种生一个的 必须第一个是儿子 然后夫妻在单位 或者说在公司 做中瓜层管理 一个月收入 可以平衡家庭的开支 比如说车贷房贷 那这种人 那这种夫妻 对孩子的投入也是比较大的 不管是时间上 还是金钱上 都是投入比较大的 生两个的是普遍现象 一男一女 在我们的思想中是最好的 那这样两个孩子 一般这个孩子 都是给父母来带的 那两夫妻在外面工作 忙着赚钱 那生三个的就比较少了 除非是前面生了两个女儿 那还想再生一个儿子 在中国 不管是生两个 还是生三个 大部分人带小孩的工作 都是由父母完成 因为一个人上班 很难平衡家庭支出 必须两个人上班 经商的除外了 那经商的这种有钱的呢 生三个 生四个都有 但是是极少数的 因为现在养娃的成本 实在是太大了 不愿意生孩子 是因为生活环境 所带来的原因 比如说物价高 房价高 养娃的成本高 教育医疗成本高 等等环境因素 那这些因素 那这些原因呢 也反映了劳动力的低廉 按照劳动法规定 五天八小时的工作呢 双修的 实际上是996 无常的加班 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呢 无显示职工的基本权力 但实际呢 不接纳社保 按最低标准额度 接纳社保 比比皆是 按公司条例规定啊 不得拖欠工资啊 不可以扣工资啊 但是实际上呢 动不动就是扣工资 那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呢 总有不拖欠工资的通知呢 从最高层发出 十点到晚上十一二点 我们都是在不停地做节目 不停地做节目 我们都是要都止不起来的 我们就想着 过年了可以用一点钱回家 然后我就问老板要工资 然后我说我外婆住院 要做手术 他只要让我刷信用卡 我心想着 我出来打工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然后让我刷信用卡 那我为什么还要出来打工呢 从一月份的工资 拖廷到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给 就是找各种理由推托 就是协商 也协商不了的那种 对于工资来讲啊 现在的物价跟工资收入呢 是不成正比的 那随便一个工厂流水线的员工呢 动不动就是三五千六八千 这还是要在加班的情况下 才可以拿到啊 广州深圳最低的这个工资标准是两千三 那时薪是二十二块钱 大概这样子 东莞珠还是一千九 那时薪就是十八块钱了 拜托这个时薪就是一个快餐的钱 在劳动力极其低廉的情况下 如果再继续鼓励生育 放开三胎 情况会如何啊 人多了就业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劳动力就更加的低廉啊 工厂爆满 你不满意工作制度那你可以滚蛋 人多了上下班都拥堵 水泄不通 走路都费劲 人多了土地没有了 盖起一栋又一栋的商业大楼 人都跑到城里去了 有钱的人住别墅 没钱的人住抽屉房 人多了资源分配就不足了 看看北欧西欧那些国家 人少的国家呢 这个福利都是不错的 你再看看印度啊 死能生放肴的孩子要什么出息 社会分为三个层级 底层中层上层 那层金字塔状 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呢 希望这种放羊的人越多越好 因为可以用更加低廉的价格 换取更蜂蜗的利润 站在中层的人 则不愿意生了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辛劳一生 好不容易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呢 又会因为挖多而付出更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回到解放前 而站在底端的人 跟顶端的人是一样的 也是希望生得越多越好 只不过站在底端的人 他们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顶端的人希望人多劳动力便宜 而底端的人 则是想人多能增加一个劳动力 人应该是人 应该有人的生活 人的尊重 但资本家呢 偏偏不肯承认人的价值 非要把人口搞成红利 搞成资本廉价卖掉 压榨干净 正所谓人口红利不足 欧洲呢 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 被迫用机器代替人口 能工时代的我们呢 需要十个人重于某地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呢 机器的发明 可能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 甚至一个人可以管十块地 人口多 人均资源分配会减少 那教育医疗也是 因为人多呢 福利会越来越少 所以穷人面见的可以 为什么白人总觉得自己的命贵 因为白人少啊 物与稀为贵啊 人家人少 教育更得上 社会经营多 那自然 命就值钱了 以及嗷嗷教的生孩子 不如提高人的人文素质 啊 素养能力 生十个孩子去放羊呢 不如生一个孩子 以后去搞科研 只有提高了人文的素养 增加社会精英 人们才会早乐 走向共同富裕 人口红利的消失 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资本家眼中的 所谓红利是带血的 是血利 所以只有资本家 所谓的红利消失 富裕才能早乐到来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